好再看到花莲县卫生局指导台北荣民总医院玉璃分院成立了花莲县精神病人长期照顾的服务中心 让生活稳定并且延缓失能的同时也能够减缓照顾者的身心压力的负荷 维护社区以及和谐的安定生活 花莲县卫生局指导台北荣民总医院玉璃分院成立了花莲县精神病人长期照顾服务中心 增进社区精神障碍者长照品质 让生活稳定并延缓失能的同时也能减缓照顾者的身心压力的负荷 同时呢我们的精神医疗团队要更用心的付出 让随时让这些无论相亲并友们都能够得到一个最妥适的一个照顾 中心也针对精神障碍者的家属照顾提供支持服务课程 教导家属学习如何善待自己 并了解现阶段精神医疗资源与长照资源 以其能够降低照护负荷 我们精神朋友的家属们能够利用这个服务中心 能够得到更多的资讯 以及照顾精神朋友的一些技巧 玉璃被行政院卫生署核定精神病防治医疗网 东部地区的核心医院 结合花东地区各地卫生所、慈祭、门诺、布里医院、学校等精神疾病的医疗、卫教、辅导工作 并建构精神病患治疗性社区预理模式 帮助长期住院的精神障碍者融入玉璃镇社区生活中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